没想到他搭地铁的时候 还被隔壁的老人当成不受教的年轻人 结果真的被劝打脚踢 Super Junior团圆进行车搭地铁 突然被隔壁的老爷爷当成不受教的年轻人 开始对他劝打脚踢 只见一旁头发已白的韩国资深演员 李顺仔和边西风乐乐在一旁不停窃笑 场景搬到办公室西澈对前辈张光 引致气使还要他去倒咖啡 结果 张光趁西澈打喷嚏的瞬间 在咖啡里头吐口水 脸上还露出复仇的笑容 原来这不打嘎的老少私人组合 就是背包对节目花样爷爷的接党戏 剧情描述除了金西澈以外 其他三位刑警都在一夜之间 从青年变成70岁的老年人 为了找回原来的身体而努力奋斗的搞笑故事 这也就合理解释 当行设在地铁上不让坐时 为什么会被路人老爷爷骂不礼貌的有趣画面 TVBS新闻这段演唱会这么的